死老头子,你怎么偷偷把房子卖掉了,还把钱全给了大儿子? 这还不是你做的吗?你把大儿子他们给我治病的钱都给小儿子拿去买车子了,你这干的什么事在你眼里? 我的命都没车子重要,你难道真想让大儿子离婚?同样是你生的,你为什么要要这么偏心? 我现在唯一能弥补他们的就是卖房子,这是你找的。 怪不得我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让我们来看看故事起因。 妈,这下你满意了吗?小云他要和我离婚了,你为了小儿子竟然不顾我这个大儿子,现在把我这个家拆散你是不是很开心? 小浩,你说的什么跟什么?我怎么听不懂?好端端的小云为什么要和你离婚?我怎么把你的家拆散了?跟我有什么关系?你简直胡说八道。 是我胡说吗?你心里清楚的喊,是你偏心小儿子而不顾我的死活,从今往后我就是关棍了。我再也不是你的儿子,以后你就跟你小儿子过去吧。 李浩说完气的直接挂了电话,母亲立马给儿媳妇小云打去了电话。 儿媳妇,刚才小浩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和他离婚,到底是因为什么事? 婆婆,你自己心里不明白吗?竟然还有脸来问我,要不是你的偏心,我们的婚姻会散吗?以后你可以随便压榨你大儿子了。 我眼不见心不烦,离了婚和我也没有关系了。 我怎么偏心了?你把话说清楚,你怎么心那么狠呢?离了婚?孩子怎么办?我可没有时间照顾你女儿,你有为他想过吗? 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?我和你儿子离了婚以后,你就不用顾及我了,你大儿子的钱都可以给你小儿子用了。至于我的女儿,不用你操心,我自己会带走的。我跟李浩说好了,明天我们就去离婚。 小云,在这个接骨眼上你可不能离婚呀,你的公公还躺在医院呢,让我一个老太婆照顾。我忙不过来呀,本来就已经够乱的了,你就别添乱了,行吗?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你儿子离婚吗?嫌弃我生个丫头骗子,以后你就可以让你大儿子再娶个媳妇,给你生个大胖小子,然后再无穷的压榨你大儿子,再也没人管你们了。 小云说完再也不想搭理婆婆,直接把电话挂了,婆婆继续打过去,而媳妇也不接她的电话,没办法又给大儿子李浩打去了电话。 儿子,你跟我说清楚呀,你们为什么要离婚?我刚打电话给小云,她一样没跟我说清楚,现在你爸躺在医院,说什么都不能离婚,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呀。 妈,现在你知道忙不过来了,忙不过来,你找你小儿子去啊,找我们干什么? 妈,你也不要来问我,我自己都烦死了,要不是你,小云会和我离婚吗?你还好意思来问我,你不把我家搞散你是不罢休的,你真的要逼死我吗? 我怎么逼你了,我就是打电话问一下你,你们为什么要离婚,就算要离婚,现在也不能离。 这由你说了算吗?有本事你去找小云,让他不要离婚呀,你不是问他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吗?那我现在就告诉你,你刚才说爸躺在医院,你一个人照顾不过来,本来是我老婆小云帮着一起照顾的,就是因为你的偏心,他才要和我离婚。 爸躺在医院得了癌症,你说需要六十万手术费,我们两兄弟一人一半,可你也知道,我们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,可是爸治病要紧。 我就找同事朋友还不够,小云又找他那边的亲戚才凑足了三十万,我问你,你把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? 当然是给你爸抗病花了,怎么,给你爸拿钱治病,你还不舍的吗?你现在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?难道你当儿子的的不应该拿钱给爸治病吗?小云他舍不得拿钱,才要和你离婚的对不对? 妈,你别把这个错扣到小云头上,这完全是你造成的。我们拿钱给爸治病是应该的,但是你这个钱真是拿给爸看病了吗?都到现在了你还不说实话是不是? 你把我们当傻子吗?只要人不知,除非几磨尾,只始终包不住火的。 昨天我和小云去医院看吧,要不是医生跟我说,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 医生说,要是不交治疗费和医药费,那还不如回家待着。每天就吃几颗止疼药,没必要住院,我当时一听傻眼了,怎么会没有交治疗费呢?明明我们凑了钱给你的。医生说确实没有交治疗费,而且还说是你要求这么做的。 好吧,既然你都知道了,那我就说实话吧,那个钱我确实没有花到医院,但既然你们这个钱给我了,你也别管这个钱花哪里去了,就当给你爸花掉不就行了吗? 你爸那个病根本已经没有必要治了,已经到晚期了,再治也是浪费钱,到最后人才两空,所以我们就趁最后这段时间给他吃好喝好,让他安安心心的走。 咱们的钱要花在刀刃上,不必要的花销还是不要花,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,你们就别管了,你妈我自己心里有数。 你有什么说?把钱拿去给你小儿子买车子,这就是你说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吗?爸的命重要还是你小儿子的车子重要? 亏你能做得出来这种事,现在还说是我们舍不得给爸治病才离婚的。妈,你说这个话,心不痛吗? 小浩,那也是没有办法,你弟弟他刚交了个女朋友,家庭条件还蛮好的,可你弟弟呢什么都没有,我怕女方家看不起你弟弟,就想着给他买一辆车子,匆匆门面。 再说你爸他患的是癌症,根本就已经治不好了,继续治疗也是浪费钱,倒不如把这个钱花在有意义的事上,让你爸在有生之年也能看到你弟弟结婚,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? 听你意思,你这样做还是对的了?我爸他知道吗?他同意让你这样做的吗?这三十万块钱是我给爸治病的,你经过我同意了吗?弟弟不光没花一分钱,还拿走了我的三十万,而这钱是我借的。 你不知道吗?这下你应该知道小云为什么要和我离婚了吧?你把我借来的钱拿去给小弟买车?换作是谁也受不了吧?我的婚姻走到这一步都是你害的,你作为母亲哪有这样做事的? 小云说这三十万块钱要是不拿回来,他就要和我离婚,还让我净身出户,因为一大半的钱是他从娘家亲戚那边借来的,这些债都要我自己去还,你把我的家搅散了,现在是不是很开心? 儿子,你怎么这样说吗?就这么一点事,至于离婚吗?谁让他自己没有本事的,这么多年也生不出一个儿子,就给我生了一个丫头骗子,妈想抱孙子,所以还得指望你弟弟,再说你们是他哥哥,嫂子,帮一下弟弟怎么了? 生女儿怎么了?你不是女的吗?我们家又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,生儿生女有什么区别?我们是他的哥嫂,没有错,但谁规定哥哥嫂子必须要帮助小弟的?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爸的病,而不是给你小孩子买车,孰轻孰众你都分不清。 小浩,我都跟你说了,你爸这个病已经治不好了,只是早晚的问题,到最后人才两空,值得吗?在我看来,你弟弟的婚姻大事更重要,这么多年你们也没有给我生个大胖小子,我只能指望你弟弟了,我也不需要跟你爸商量,他肯定是支持我的决定,他也绝对不希望你弟弟打光棍,在他临走之前能看到你弟弟结婚生子不好吗? 哈哈,妈,你真的太自私了,你一心为你小儿子,不顾爸的死活,也不管你大儿子的婚姻,真让人太寒心了,爸现在躺在病床上,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爸饱受痛苦折磨而死去吗? 爸,你的心也太狠了吧,明天我就要和小云离婚了,你用我的钱成全了你小儿子,却拆散了你大儿子的婚姻,是不是很开心啊?因为你,我马上就成了光棍,而爸却躺在床上等死,这都是你的杰作 挂断电话后,母亲进了病房 老婆子,你刚才的电话我都已经听到了,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,你可以不拿钱给我看病,也可以偏心小儿子,但是你不该把大儿子借来给我看病的钱拿去给小儿子买车,我的命不重要 小儿子是否能结婚成家也不重要,这都是未知数,而咱们大儿子他们的婚姻却是实实在在的,现在却要毁在你的手里,回家吧 我不住在医院了,你治疗费都不交了,还留在医院干什么,就吃点止痛药,回家也能吃 老头子,小儿子结婚成家怎么不重要了,难道你要看着他打光棍吗?我觉得我没有错,你就应该支持我的做法 你说我偏心小儿子,我看你偏心大儿子才是,我让小儿子早点结婚成家,不好吗?让你在临走前能看到小儿子结婚,我难道不是为这个家考虑吗? 说得真好听,在你的心里,你只有你的小儿子,你不要说为这个家着想,是不是还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啊? 你把我们这些人都当傻子了,为了小儿子,不管我的死活,也不管大儿子的幸福生活,你这种人让我彻底失望,现在就出院吧,我一刻都不想待在医院了 于是老俩口办了出院手续,回了老家,晚上公公给儿媳妇小云打去了电话 儿媳妇呀,我已经出院回老家了,你可千万不能跟小浩离婚呀,那三十万块钱我会想办法尽早还给你们 你们小两口别为了钱的事闹离婚,原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,你给我点时间,老家还有两套房子,反正也用不上了 本来是打算给你们两兄弟结婚用的,但你们都不愿意回老家住,所以这两套房子我准备卖了,也就这几天时间吧,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 爸,你也知道,我跟小浩感情本来是挺好的,但也不是为了这个钱闹离婚,如果是为了这个钱,我根本就不会去娘家借钱来给你治病 我是生气婆婆把这个救命钱拿去给小叔子买车子,他怎么可以这样做,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? 他根本都不想一下我们借这个钱是有多难,这可是三十万呀,不是三万块,以前他偏向小儿子,我们都不计较 可这次我真的无法忍受了,就因为他是小浩的母亲,小浩不能对母亲怎么样,可心里肯定不好受啊,我不甘心做这个冤大头 而媳妇,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,你和小浩都是孝顺的孩子,这一次是你婆婆做的太过分,所以我才想着会弥补你们 我的病我自己知道,已经无药可救了,花最多的钱也无济于事,所以我也不会白白浪费这个钱 我的病可以不治,但是你们这个家可不能散,这两天我一定把这两套房子给卖了,要是不卖,等我去世了,你婆婆那么偏心,搞不好又全给小儿子了,你们一分钱也得不到,所以我临走前一定会把这个钱给你们分好,你就放心吧 十天后公公就把房子卖了,农村的房子不怎么值钱,一共也就卖了五十万 他给了大儿子四十万,剩下十万块钱作为自己日后的丧葬费 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,也许在某一天突然就走了 朋友们,你们支持公公的做法吗?